欢迎收看佛法一百问 开见法师主讲 各位菩萨大家慈悲阿弥陀佛 今天佛法一百问要回答的问题是 为什么学佛越久离佛越远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学佛越久理应与佛越近才对 那为什么会离佛越远呢 这就是所谓的发心容易持久心难 学佛就像是跑马拉松 一开始跑的时候就拼命的往前冲 如果不是有超人的体力 往往撑不到最后 因为它是一种需要耐力体力及毅力的运动 学佛也是这样 常常有人一听闻到佛法很好 于是就发起了一种勇猛心 每天早晚课不做两个钟头 不甘心 有空念珠拿来就拼命的念 小孩子一来 妈我肚子饿了 别吵 你没看到你妈在念佛啊 这个假日也看不到人影 因为跑去师父那里参加念佛去了 如此的精进用功弄得几乎人神共分 一年 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 佛桌上开始长满了灰尘 念珠也不晓得放到哪里去了 一到寺庙 师父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啊 佛山 经过不看得到你啊 嗯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啊 每个人都有一种惰性 一个人的出发心 就像电池充满了电 非常的有power 有力 等到用一阵子之后 嗯 没力了 于是呢 就再发心起来 有些人还不错 紧接到没电了 好 再充充电 等到又有力了 学佛的心再度提起 好 一段时间之后呢 哎 又没电了 就这样 静静 退退 退退 静静 更惨的是啊 想充电时呢 连充电器都找不到了 这就是学佛的人容易犯的怠惰病 静静 退退 懈怠不静静 久而久之啊 干脆啊 就放弃了 其实呢 不是只有自己懒惰 不静静而已 有时候啊 家人 朋友的障碍呢 也会让我们退失道心 这时候最需要的呢 就是只有这四个字 道心坚固 道心坚固就像是我们练就了金钟罩 铁布山一样 刀枪不露 不管别人跟我们说什么 都可以百毒不清 不受影响 还有人学佛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菩萨能够保佑 所以努力拜佛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不如意的事 不顺的事 就一件一件接着来 发现怎么菩萨都没有保佑啊 慢慢对学佛呢 也就没什么兴趣了 这就是正见不够所引起的退失 于是学佛越久离佛就越远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菩萨 如果你发现学佛越久离佛越远啊 就该找出原因是什么 如果是怠惰病 就应该让自己更加的精进用功 如果发现呢 是道心不坚固 就应该要增加自己对学佛的决心 如果正见不够 那就在支见上下手 然后好好的对症一下药 这样才能够学佛越久离佛越近 好 今天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祝福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祝福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